接近清晨時分 在維園的年宵市場裏 有市民就把握最後機會 在花市收市前到場 希望可以掃平貨 一早就買清貨的攤檔檔主 都陸續收拾檔口 不過現場所見 維園地上圍留了大批的垃圾 包括桃花等等 食環處要派人圍著桃花 防止有人拿走 主方就派出多格垃圾車到場 協助清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葉穎妍報導